我想要給這個司機小弟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處理交 500塊交給我就好了 我本來就房信用卡了 同時酒後打小黃回家 女協理狂讚 車上音響設備超棒 忍不住塞給問獎交費 沒想到 主管不是給你500嗎 對 他要給你多少 沒有嗎 這個你不是找信用卡了 下車 那你500要房管 最後一位下車男下屬 整個人壓起來 堅持要回那500元現金 剛主管給你500塊 你要扣掉 那他給我小費為什麼要扣掉 那你幫我再去警察局 好啊走啊走啊 男子不肯罷休 問獎也不妥協 直接開到警察局 500塊還我啊 直接去警察局 那我一樣跳表 因為你一樣在我車上買 我一樣要收費啊 還是你要找你那個主管出來 要不要 他喝醉了你當作小費嗎 叫警察來就好 不用跟我囉唆 問獎委屈發文 日前從桃園載了三個人 一路從土城放人下車 女協理在途中 清除表示要給他500小費 最後下車的男下屬 要不回錢 開到警局 車資也不給 最後真的到派出所 還打電話到車隊投訴 問獎超收 500車資不還 真的蠻無助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 這500塊可以還給協理本人 因為我覺得 拿了這500塊小費 壓力太大了 警方表示民事糾紛 雙方都沒留下資料就離開 500元要算車資還小費 各說各話 記者葉維林分享 喬新北報導 記者會議員 是否在這邊 有請 你們 有請 有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